北京时间1月13日 NBA常规赛 胡仁客场挑战国王 这是两队本赛季的第三次较量 此前双方占至1比1平 经过两队四节比赛的较量 胡仁以116比125不敌国王 遭遇到了两连败 本场比赛过后 胡仁的战绩为21胜21辅 胜率再次回到50% 调至西部第8 本场比赛 胡仁曾在上半场将分差拉开 取得14分的领先优势 但到了下半场 国王在巴格里和福克斯的帮助下 成功打出进攻高潮反超比分 胡仁第三节单节23比40 输给了17分 末节比赛 胡仁一度在关键时刻 将分差追至4分 福克斯和梅图连的5分 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最终胡仁无缘将比分追回 遭到逆转赤道败仗 胡仁这边 詹姆斯再次是球队发挥最出色的球员 他全场得到了34分4篮板6助攻 过去12场比赛第11次 赛季第19次30 继续领跑全联盟 蒙克贡献了18分4篮板3助攻 他3分线外7中6 是球队外线发挥最稳定的球员之一 除此以外 替布里夫斯也出色 他命中了4季3分得到了19分 弥补了安东尼不在时的缺陷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少的发挥 他全场14次出手只有2次命中 3分5次出手全部丢失 贡献8分12篮板6助攻 第三节攻防回合连丢5分被对手将分叉追回 第四节对于球队也是贡献微薄 这已经是威少连续第三场比赛得分不上双 最近他仿佛在赛场之中迷失了自己 他三场比赛一共出手了40次 只命中10球 3分球更是连续5场比赛没有进账 此前曾有消息传出 胡人正在试图将威少交易出去 但由于赛场表现不尽人意 胡人想要在截指前将威少交易出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多支球队都不愿意接纳威少4400万年新合同 根据赛程安排 胡人下一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本周日上午课场挑战绝经